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 早前還豪言壯語地說 歐盟會走出自己的道路 不會在中國或美國之間靠邊站 只不過歐盟似乎他們的獨立能力不太強 因為他們先頭說過不會向中國跪低 但如今又再一次跪低 今次又發生甚麼事? 原本為了紀念中歐建交45週年 歐盟駐華代表團團長毋伯和歐盟27國駐華大使 在5月6日發表了一篇 在全球危機當中紀念中歐建交45週年的文章 其中一段就說到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他怎樣寫呢? 就說這個疫情在中國爆發 以及在隨後三個月向世界其他地區傳播 好了,這篇稿件到官媒《中國日報》和《人民日報》的手上 《中國日報》刊登版本刪除了談及到疫情的這一段 而《人民日報》簡直不登 根據外媒CNN的報導 歐盟承認曾配合過中國政府對這篇文章進行審查 任由中國編輯文章 歐盟對外事務部說 駐華代表團團長旭白是在重大壓力之下作出決定 而這個決定明顯是錯誤的 歐盟代表團已經收到中國的通知 說文章要刊登必須得到中國外交部的同意 而中國要求刪除和疫情起源和傳播有關的句子 所以歐盟代表團在非常不情願的情況下接受了刪改 只是說這篇文章為了避免開罪中國 避免得失中國 竟然間你都是任他來刪改 到底你寫這篇文章還有什麼意義呢? 原來你紀念中歐建交四十五周年 那個主導權是在中國手上的 他要你寫什麼就可以寫什麼 他不要你寫什麼 你就算寫了他也可以刪除你 請問有什麼意義呢? 既然要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的話 你很應該有所堅持才是 而不是每次向中國跪低以後 又通過一些外媒爆料 然後將整件事和盤托出 再向公眾說歐盟是沒有向中國跪低的 這個把戲 之前在歐盟的那份疫情報告當中已經玩過一次了 今次在這篇中歐建交四十五周年的文章當中 又玩一次了 事不過三 如果你再這樣玩的話 根本上全世界都看得到歐盟是沒有風骨 是不是? 跪完一鑊又一鑊 既然要維持跟中國的正常貿易是高於一切的 利益的因素是高於一切的 經濟的因素是高於一切的 那又何苦去扭這些屎乎花呢? 反正你最後的決定都會選擇妥協和讓步 說得難聽一點就跪低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把戲 玩得兩鑊已經很足夠了 說歐盟不得不提歐洲議會 前天我們也說過 歐洲議會的對華關係小組主席 曾經通過視像連線 跟李柱銘以及梁家傑進行了視像通話 好了這個通話完了以後 就有什麼消息出來呢? 就說歐洲方面會加快 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的推動 這樣就可以使得那些在香港 干犯侵害人權暴行的官員和警察受到制裁 當然他就這樣說 到底實際上執行起來會如何 會不會好漏氣呢? 就不知道 當然這個法例其實也是有比沒有 始終來說也是一個保障 但是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就會認為 如果美國還未踏出第一步 去執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裏頭的制裁機制的話 歐盟會去執行的機會就更加低 因為他這條法例主要不是針對香港 而是針對全球干犯人權暴行的人 只不過這個法例會適用在香港 可能純粹用來牽制中國也不一定 這條法例對中國來說有什麼反應呢?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就說 歐洲議會對華關係小組主席和香港反對派的頭目 即是李柱銘和梁家傑 通過視像連線對特區事務網家智悔 揚言推動歐盟版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香港 這是外國勢力和香港賣國禍港分子相互勾結 狼狽為奸從事反中亂港活動的又一例證 對此表示強烈的譴責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說香港已經回歸了23年 但香港本地一些洋奴敗類無視民族尊嚴 香港前途和同胞的利益 事無忌憚地勾結外國勢力插手香港事務 毫無廉恥地乞求楊主子制裁香港對抗國家 所作所為 法理不容 為世人所不恥 嘩 說得真是大意納然 實際上人家要制裁的也不是要制裁香港 制裁那些侵害人權的官員和警察 怎樣制裁香港 歐盟對香港有什麼政策法呢?請問 這是不對題的 如果你要批評 應該就批評美國那條《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才是嗎? 因為只有那條法例才可以裁定得到 究竟香港是否應該繼續享有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嗎? 這條歐盟的所謂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根本上又不是針對香港的 他可以針對非洲國家也可以 針對其他獨裁國家也可以 沒有說明是香港的 只不過這是對華關係小組主席其中一個詮釋和演繹 不是全然針對香港 如果是的話 他就說了是香港的法案 完全沒有提過 但是他就彈起來了 又說人家賣國 根本上批評的對象是不得位 而且歐洲議會要立這條法例 根本上是歐盟的內部事務 不需要偵訊其他國家的意見 只不過現在這個歐洲議會的對華關係小組主席 剛好就找了中共的其中兩隻眼中釘去做這個視像通話 所以就拿了這個作為設入點 走去又罵什麼羊怒走狗媽媽叉叉 但是這條法例也不是李柱銘和梁家傑去立的 更加知道這兩個人是沒有份去遊說的 其實是歐洲議會主動說要立的 而且歐洲議會在推動這條歐版馬格尼茨基法案立法程序的時候 是去年十二月的事 在當時沒有看到有多少個歐洲議會的議員 是就著香港的問題出聲的 當時因為也沒有發生到全球大流行的疫症 人家根本上都沒有專注在你香港這個問題 或者是中國問題身上 但是現在你又這麼大的反應 是不是先怕被人制裁 其實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制裁得到 他主要制裁是制裁人的 其實這條馬格尼茨基法案 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都好 他主要是制裁官員 而不是制裁整個城市 就不能搞錯說他制裁香港 這個完全是一個誤區 接著就再講一下中美媒體大戰 先頭中國取消了三份美國媒體的記者證 分別是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 後來就激起了美國政府的反彈 在2月的時候 美國國務卿龐貝奧就說 新華社等等五家的中國官媒 不是獨立機構 而是中國駐外的市團 所以在美國人員編制 就要從160人減少到100人 美國政府在昨天頒布了一個新規定 以往的記者簽證是屬於開放式的 沒有強制任何期限 除非申請者換了僱主 否則就不需要申請延期 但接下來的日子 中國記者要進入美國 他們的記者簽證效力縮減為90日 至下星期一開始生效 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就說 新規定將會准許部門更頻繁地檢視中國記者簽證 亦能達到減少進入美國境內的中國記者人數 唯一敗筆之處在於哪裏呢 就是這項規定只限於中國大陸記者 而香港和澳門的媒體不在此限 那就糟糕了 如果港澳媒體仍然可以有這個豁免 有這個規定的話 那根本上很多白手套媒體 即是那家傳媒機構根本上的資本來自中國 但就掛著香港媒體這個牌頭 前陣子在白宮記者會上 鳳凰衛視的女記者黃柚柚 又走去趴特朗普總統 那時候香港真的躺著也中槍 實請美國國務院應該以另一個條款作出區別 就是到底那家媒體背後的資本 是港資還是中資 這樣起碼來說 就是比較均真一些 如果不是 都說香港媒體澳門的媒體 實情有多少是紅媒 對不對 而且最搞笑的是 針對中國的媒體 大陸的牌頭就可以了 他就用香港記者的身份進入美國 反正香港特區護照都很容易申請得到 大家都知道了 是不是 大把途徑 所以 這個真是防不勝防 希望美國方面就要想清楚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